小烈先入禁軍 這個出手放籃差了一點 連續要拉到防守籃板要推進的時候 臉被打了一下 外下手應該 這個想去撥一下 這種在籃球場上其實基本上就是非常常見的 我想去刀刀看 說好不打臉 這個是新竹鳳爪 上個禮拜可惜不是我播 對我沒吃到 上禮拜邊播邊吃 不用吃晚餐了 真過癮 這禮拜沒得吃了 加罰狀態下由林舒豪來執行兩次罰球 林舒豪首次面對sexy的干擾 眼中沒有別的只有上帝 他結分了 兩罰巨重沒有問題啊 為了上帝打球啊 說實話 我非常喜歡打課場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從小 就是大家不如我或者什麼什麼 我會覺得就是可能 就是在裡面是鼓勵我 鼓勵我專注一點 所以我是很喜歡課場 所以我覺得Dreamers今天他們 他們這個他們的觀眾 是非常支持他們 非常好的一個 一個home crowd 一個環境 這個就是 這就是非常好玩 蘇豪過底線 分球 王綠翔拿到球 直接出手 這是一個三分球 同時 這是林舒豪 本場比賽 第13個助攻 在他的巴斯利首秀 就追平了聯盟的單場紀錄 我覺得 我在場上說了 我說1到10 我覺得我們的連結 是今天是4 或是5 因為是第一場 我覺得很多現在 我們都在就是 猶豫一點 就是 你等一半秒一秒 你就 這個空軍可能沒有 就是有時候是手裡手 有時候是反跑 有時候是這些東西 就是可能我們都在 有一點尷尬 包括今天就是 也是他們守聯防的時候 突然就是龍哥 也教了我們一些很基本的原則 然後 然後就是 這是我第一次跟他們打 聯防的 所以都是要一邊打一邊學 一邊打一邊學 其實龍哥今天的角色 是非常重要 就是 也是能夠給我們的一些 就是 帶動這些 因為我也不知道很多東西 然後 所以 反正 我覺得 今天是一大 就是很好的第一步 可是 我們的空間 就是 還是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OK 讓我們一掌聲 來熱烈歡迎 高雄一起直播 鋼鐵人 從零開始的華人傳奇 七號 Germy Lin 林輸豪 大家都知道我跟我弟的關係都是非常好 我們也是非常熟 所以 我們基本上每一兩天都會講話 那夏天的時候 他在選球隊的時候 我們都一直說 我們不想當對手 想一直當隊友 可是 當我離開CBA 我跟家人都聊了以後 我覺得 今年 就是我們都知道 國王就是 如果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 就是 成績就是非常好的 包括我 可能就是 一個 前五的 這個 MVP的 他自己有很多自由去發揮自己的表現 所以 我們兩個 聊了蠻久 蠻多次 然後就覺得 今年可能不是最好的時間 當隊友 那 我在台北落地的時候 也就是 第一站就去看他 然後 他都跟我說 我們等一下都 就會變成對手 我都 就是 感覺不是真正的 就是 我們都可能沒有想到 有一天 我們會是對手 所以 你說 我是不是很期待 我完全不期待 完全不期待 因為我從來不想跟他對打 這個屢正如 在右邊四個獨角 難摸屢正如的三分球來了 作為正如這樣的一個資深球員 過去的戰績非常魅惑 但是 就是 站在這個先拉的位置上 絕對是綽綽有 這個也是 球隊 必須要給予他的一個待遇 但我也跟正如 如果 先拉不是不排斥 但有的時候如果 我可以從屢股上出發 可以增加 我們現在封線上面 不管是技術經驗 高度的一個這個安排 所以 並沒有排斥 並沒有說 不把他排先拉 然後我們就照著現在的計劃走 然後後面再來看 再來挑戰 還是有著十八分差 還是有著十八分差 好 後場發生失誤 從遠投操結之後兩分放 這時候 鄭志龍教練相當有經驗的 喊了一個暫停了 即使差距還是在 一個安全的範圍 但是他希望最後 將近兩分鐘的時間 球員不要太鬆懈 尤其是這種快 八球失誤 是非常要命的 國安哥 國安 做什麼黨的 拿到球 可以過就過 全場你過不了人 為什麼過不了人 說 你原地一直在運球 怎麼會過得了人 各位 我不是在擔心翻牌 我在講的是心態 我們現在什麼隊啊 賺點小錢 就在那把屁股就敲起來了 說什麼說 拜拜 走 走 可憲要成為龍的傳人 要非常的拘謹 我覺得龍哥講的 也是很有道理 你身為一個後衛 面對這樣的壓迫 你過不了 他還打什麼球